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MyKC管理知识中心学知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如何执行使用者研究访谈 使用者研究也叫做用户研究 常使用的方法包括实地观察 参与式观察 脉络访谈 研究人员透过使用者访谈取得第一手资料 并搭配现有的文献或市场资讯 等刺激资料进行分析与整理 访谈方式主要以半结构式访谈法 在访谈前拟定访谈大纲 过程以大纲为主 采一对一的方式进行 适时搭配开放式问项 引导受访者更深入的陈述 重点在于了解使用者的使用经验 访谈后将资讯进行整理 分析使用者行为所代表的动机或价值 进一步作为企业创新发想的切入点 以下针对初步接触到使用者研究时 业者常询问的问题 以及容易有疑惑的地方提供给大家参考 第一适用情境 以产业别区分 像是制造业 服务业 技术服务业等都适用 若以客户形态来区分 可以分成B2B或B2C B2B的企业常常会提出 我其实不知道我的客户把我家产品用在哪或卖给谁 又或是我的客户可能也不想让我知道他的客户是谁 他也怕我跳过他等这类的问题 对B2B的企业来说 若要进行使用者研究 建议可以找企业用户 以及终端用户这两种对象 因为这些都是使用你家产品的对象 只是在价值链的阶段不同 用途不同 透过访谈研究分析 所得的的资讯 对企业具有不同意义 也将视为企业策略发展的进一步运用 而B2B为何要做使用者研究 除了为你顾客的顾客着想外 也可以找到新应用面 甚至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契机 第二访谈研究对象设定 顾名思义可研究访谈的对象 就是使用者 也就是真正用的人 但常见的状况会有 买的人不用 用的人不买 像是尿布的使用者为婴儿 而我们无法直接访谈婴儿 但可以访谈婴儿的爸妈等亲友 访谈对象还可以规划像是 领域专业人士 在极端环境中使用的人 类比使用者 以及不用的人 这些人的想法对企业来说 也是重要的访谈研究对象 此外常有人会问 直访谈几个人够吗 那几个人有代表性吗 其实直化研究的重点是在选样 想了解同一类型的一群人 而选出一些人来研究 而量化研究则是透过抽样来回推母体 两种方法没有好坏之分 而是适用时机与目的不同 使用者研究是一种直化研究 关键是聚焦在某特定主题上 以及特定研究对象 做更深入的了解和更细致的观察 获得较深入的洞察 而到底要访谈多少人足够 执行访谈通常是访谈六个人伺候 前提是访谈对象的特质为互相独立 就会发现有80%的内容会很相似 因此建议企业针对某一主题 访谈六至十二位 即可取得足够的资料来分析 第三 访谈中的惯性行为 使用者研究最重要 也是最困难的就是收集顾客声音 进行访谈时 除了依照大纲提问外 更重要的是聆听 到底可以挖掘与了解多深 这就取决于你的好奇心 在实际访谈时常见的问题 一是访谈者只顾着讲自己的 没有好好聆听 插话 甚至频频岔题 这样会打乱受访者的思绪 可能造成所获得的资讯 无脉络可循 也无法探究到更深层的价值面 建议访谈者 对受访内容保持中立 不下价值判断 不在受访中做内容的对错评判 遇到矛盾时 可以透过与受访者确认 来厘清哪个讯息正确 多一点耐心 并给受访者多一点时间思考与陈述 让受访者多说而自己多听 另一个常见问题是 访谈者只听自己想听的内容 对于与自己业务无关的内容 没有继续问下去 导致收集到的资讯很有限 建议访谈者收起一些理所当然的认知意识 多一些好奇心 才能探索到受访者更深层的内在需求 假设你是担任企业的产品企划 服务设计 技术开发 业务或是品牌行销的人 建议可以学习 从此方法切入 建立以使用者为导向的创新思维 透过洞察顾客需求与脉络 发掘顾客价值 进而发展创新产品或服务体验 以上与大家分享 谢谢您的聆听 买MKC陪你一起成长 提升职场竞争力 如果您对今天的内容有兴趣 欢迎您上网搜寻买MKC 查询更多文章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